今天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咱们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房车 我想要做一个放置四海为接准的 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房车 那么什么是放置四海为接准的呢 我的理解就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 大多数人觉得你这个房车改得好 你这个房车实用方便 大多数人都想要 这样的房车就是放置四海为接准的 这样的房车 就像那句话说的 你不能满足百分之百所有人的这个要求 但是你总得满足大部分人的要求 可能有那么百分之十的人 他的要求你永远都达不到 但是呢 那咱们就可以不理这个百分之十的人 但是呢你 怎么也得让百分之七余百分之九十的人认同你 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认同你 那就说明你这个房车有很大的问题 那就肯定不是放置四海为接准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好的一个标准 好的一个房车 那么 什么是放置四海为接准的一个标准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作为人类 不管 这个顾客 这个顾客 他是从 他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 他的这个人种 他来自哪里 他是非洲人呢 还是亚洲人 还是美洲人 作为一个人类他都有对这个房车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需求 因为房车是在野外 代替房子来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住所 所以说他必须得满足 这样的几个要求 就是说首先他要满足 庇护 庇护呢 就是指 隔绝环境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室外环境 温度 太低 或者是温度太高 或者是湿度太低 或者湿度太高 比如说沙漠啊 像雨林 像 比如说梅雨季节 他天天在下雨 就是说 庇护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些环境给你隔绝开 给你一个 相对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环境 就不管 室外是 大雪纷飞啊 还是 阴雨连绵 都不会影响到你 因为你在室内 就是说 他把这个环境给隔绝开了 不管外面是零下四十度也好 零上四十度也好 他室内给你一个舒适的一个 比如说零上二十度 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 这叫庇护 就是说 他把外界的这个自然条件 自然环境给你隔绝开 就像房子一样 房子的这个 最 第一个功能就是庇护 就是说 把你从这个 室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隔绝开 把你从大自然中 分离出来 这样的话 你就 不会让这个 这个雨雪啊 这个温度啊 湿度啊 来困扰你 还有这些蚊虫啊 野兽啊 像这些 都是 威胁 或者是影响你生活质量的 这样的一个 这些因素 把这些因素就都隔离开 所以说这叫庇护 这是 一个住所 不管是房子 还是房车 他所提供的第一大 这个需求 然后呢 第二个需求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房车里 可以在这里 吃喝 睡觉 上厕所 和洗漱 这是第二个需求 第二个 这个 第二大类 这个第二大类呢 就是满足了你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生存需求 因为你 不吃不喝 不吃饭三天 可能是不喝水 七天 你就 就挂了 所以说 这个吃饭 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吃完饭呢 你还要 就得上厕所 是吧 你得有 有上厕所的地方 嗯 然后呢 其次就是 得有睡觉的地方 然后还有 最后一个 就是洗漱 你可以有 就是说 有流水 可以 可以洗脸呢 刷牙呀 洗澡啊 这个 其实也挺重要的 因为对你的这个生活 还有这个 你的这个卫生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保障 所以说 总结下来就是 作为一个房车 作为一个野外的一个 生存单元 他所能 给你提供的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 庇护 吃喝 睡觉 上厕所 和洗漱 这几个 如果这五点满足了的话 那就是说 可以满足 这个世界上90%的人的 这个 这个需求了 因为不管是谁 不管你从 你是亚洲人也好 你是白人也好 你是黑人也好 你是 怎么样 你都有这几 这些方面的需求 你不可能 你不吃不喝吧 你也不可能不睡觉 你也不可能 呃 不需要这个庇护 是不是 你也 你也不可能 呃 没有这个洗 洗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是吧 这这些都是 最基本 最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 作为一个生存的一个条件 那么我觉得 如果您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话 满足的越好 你这个房车也就 就越好 就是说 这几个条件的满足呢 不是说 呃 满足它的 最基本 最基本的那个 那个 标准 最基本 最基本的那个 那个 层次 比如说吃 啊 就你就只能煮个方便面 然后 就吃一些压缩饼干呢 然后吃一些 喝一些 就是 呃 雨水啊 或者是喝一些 就是不怎么 呃 干净的水啊 就是勉强 生存这个情况 就 就是最低标准了 咱们不可能按照那个最低标准 因为那样的话 咱们是出来 玩房车是出来玩的 又不是出来 野外生存 训练来了 又不是出来遭罪来了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这个房车能够做到 稍微的 就是说 呃 比较合理的 层级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性 也是我们所要求的